我们刷漆要刷两层 一层底漆一层面漆 底漆就是这个primer 有大桶的有小桶的 刷之前估算一下墙的面积 一个房间四面墙一个房顶都要刷到 尽量买大桶的当然划算一些 这个primer的覆盖能力很强 如果墙面很脏 或者想更换墙的颜色 一定要先刷primer 一遍不行两遍 把墙完全刷成白的 然后才能换颜色 但是要注意 我们在墙面上做记号的时候 一定不要用圆珠笔盖不住 用铅笔没问题 不用擦刷一遍去就全盖住了 圆珠笔不行 primer的亲和力很强 它像胶一样的漆和墙之间 有的人不刷primer 直接往墙上刷漆 这样用不了多长时间 墙会大面积爆皮 修起来非常非常麻烦 有的牌子的漆 要专门用自己牌子的primer 买的时候要注意点 primer它本身不防水 也不抗氧化 所以要在表面刷一层漆 也就是所谓的面漆 叫paint 买漆的时候要知道这样几个要素 一个是sheen光泽 就是你要买什么亮度的7 这个是flat 它不反光 看上去很柔和 所以通常用在卧室客厅里面 这个呢 就比前一个稍微亮一点 但基本上也是不反光 axial 这个起的很形象 像蛋壳一样的那个光泽 这个satin就比较亮了 浴室的墙面 我通常就用它 这个semi glass就更亮了 反光比较强 用在墙面上呢 有点黄眼不太舒服 所以我通常用在镜框门框上 high glass 高光 这个反光更强 很少用的 另一个要素就是色调 也就是我们说的 买什么颜色的7 因为货架上 桶装的墙器 全部是白色 需要配色 配色是免费的 但是配好颜色的7 是不能退的 这个是紫色调的 有浅到深 这是蓝色调的 黄色调 橘黄的 红色调 这里有很多色卡 颜色非常丰富 你就选一种你喜欢的颜色就可以了 每一个颜色都有自己的名字 和唯一的编号 这是用来配7的 所以这个色卡要留着 以后要补7的时候就照这个颜色配 定好的颜色 我们就可以去拿7了 货架上有很多7 而且每桶7样都有不同的条件 所以选一个自己想要的7还是挺麻烦的 我们可以注意这样几点 第一个就是你买的是大桶7还是小桶7 第二个就是价格 不同的牌子不同的价格 第三个就是光泽 就是它的亮度 第四个呢就是它油性漆还是水性漆 当然有的漆会有一些不同的技术要求 工作人员会给你做一些调整 选好了漆 拿着你的色卡 就可以交给工作人员配色了 这些角漆板都是免费的 有长有短 需要你就可以拿 这些东西都准备好了以后 我们有了primer 有了漆 有了工具 我们就可以准备刷了 在第一遍先刷primer的时候 它无所谓 颜色都一样 就可以先刷防顶 然后再刷墙 或者先刷墙 后刷防顶 都可以 这是第一遍primer 要注意的问题呢 是根部 这根部的漆太多 不要弯向流 沾上primer以后 要把它刷匀 刷匀 不要弯向流 这脚都要刷到 primer干了以后 开始刷漆 刷漆的时候 通常防顶的颜色和墙面是不一样的 所以一定要先刷防顶 先刷这防顶 刷防顶有碰到这个墙面了 问题也不大 因为都是一个颜色 刷 这滚完了漆以后 用刷子沾上白漆 把这个边的刷完了 碰到这个墙面也没关系 然后等防顶干了以后 刷这个墙面 刷墙面 这样刷到上面的时候 你不能碰到防顶 所以这个地方呢 都是没有漆的 然后刷完了以后 用这个刷子 仔细的 勾这个边 这样就完了 如果你要先刷墙面 后刷防顶 你会多一次摸这个边 这就很麻烦了 当然 如果你要做moding 就不用担心墙角了 先刷墙 先刷天花板都没关系 最后moding一盖就完事 刷漆这道工序相对简单轻松 用的工具也少 但它确实是一个很面子的活 刷得好 整个房间看着就干净 舒服 一看就是新的 有的墙面 有的墙面刷的实在是不好 漆厚的地方外下流 漆薄的地方盖不住底色 墙角刷的也不直 窗框上 门框上 电阳盖板上 到处都是漆 如果这些细节都做不好 那么整体给人的感觉就是你这个房间是个旧的 根本没有起到粉刷翻新的效果 我在这主要讲的是刷漆的工艺过程 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 什么时候该刷漆了 以及刷漆对前后工序的影响 还有许多刷漆的技巧 工具 这在网上都有很多的介绍 这里就不多啰嗦了